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来自我们俄罗斯的菜谱 是一个可以自己呢,给它进行一个烘焙 是我们的一个巧克力,双层巧克力芽芽蛋糕 我们在上面呢是给它进行了一些的装饰 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然后准备的材料呢也是非常普通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那么我们就现在开始咯 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需要两种 先要给我们的蛋糕面皮和这个面饼 面饼的话呢是要用到我们的200克的面粉 100克的糖,1.5勺的一个烘焙粉 以及一个鸡蛋,125克的黄油和25克的卡靠 这个巧克力,巧克力粉末 我们先要把我们的糖和我们的黄油进行一个打散和混合 加入一颗鸡蛋,然后再慢慢加入我们这个面粉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是在面粉当中先加入它的这个烘焙粉 烘焙粉的话呢会让它有些发酵蓬松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加入到我们打好的黄油和砂糖的混合物当中 再加入我们的卡靠粉 卡靠粉呢是25克,面粉呢是200克 现在我们是可以把我们巧克力部分先放到旁边 那我们的面皮部分的话呢是需要175克的黄油液体 两个鸡蛋,500克的一个酸奶固态乳酪 然后一包的香草布丁粉 或者是一包的其他味道的布丁粉 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我们的鸡蛋加入到了固态的这个酸奶乳酪当中 还有我们砂糖,以及我们这个烘焙粉 再加入我们的黄油 黄油这个时候呢是经过隔水加热过的黄油 再加几滴我们的柠檬汁 然后把它打完了之后,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 然后进行一个冷藏,千万不要放错了哟 在我们的烤盘当中,给它放上我们的一个烘焙纸 先放我们巧克力,巧克力的这个面皮 然后呢是把它填在我们的底部 并且稍微的要给它进行一个按压 让它很平,很整的分布在我们整个烤箱的底部 然后再把我们的刚刚做好的香草味道的这样的面皮 是要给它再糊在我们的巧克力上面 最后这些的话呢,我们会留下来一些 然后是做成我们的一个小的装饰 比如说做成我们的小的星星 或者是做一些字母 也是非常的棒 它烤出来的话呢会更加的可爱一些 嗯,那我们是把我们这个文字呢,是先给它放上去了 然后再放我们的小星星 现在呢我们是把它放在我们的烤箱当中 175摄氏度的一个温度 大概是40到45分钟 好啦,那我们是烤完了 烤完的话呢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冷却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跟我们一个大拇指 想想的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跟我们留言 那我们就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 下期呢不见不散啦 不要忘了跟我们留言咯 下期拜拜